美国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拥有全球最顶级的餐馆 饭店跟购物中心还有赌场 每年都吸引了好多游客跟赌客来朝圣 不过在今年还新增了黑帮博物馆 大都会酒店还有许多高级餐馆 甚至还有洛杉矶的机场VIP贵宾室等飞航服务 让您去一趟赌城可以方便地享受过程 现在透过东西新闻的镜头 就来揭开赌城的全新风貌 不论是美国帮派史上著名的情人街街头枪战 还是赌城黑帮老大的发机史 甚至是各种骇人听闻的行凶工具 只要今年到赌城黑帮博物馆 就可以一次看个过瘾 可别以为这是教游客如何使坏 因为墙的另一边可是180度的大逆转 变成赌城警察的犯罪打击史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 你会看起来与集团犯 但你会看起来与法律的角度 在另一边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角度来说 所以在国际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第一个角度来说 看奇珍一宝不稀奇 新博物馆更把互动体验的概念 全部搬上桌 让游客随时轻松动动手指 就能够了解每一位黑帮家族成员的犯罪史 甚至还让游客穿越时光隧道 体验当一名黑帮杀手 执行暗杀任务 那现在我进入了这个大楼 我现在要射杀我的目标 OK 对方知道我来了 看吗 我进入了这个 我进入了这个 唱谈2012年赌城新风帽 当然少不了砸下数百万美元 将流行音乐天后 席林迪翁住宿的凯撒宫赌场度假村的其中一栋 改建成全球第一家诺布酒店 180个房间 16个豪华套房设计 不仅让旅客选择更多 再加上创办人松九信信 和隐心劳伯丁英洛 共同打造的全新诺布餐厅 混合日本精神与法式美感的新式日本料理 更将旅客的住宿和饮食享受 全面升级 玩得好 住得好 当然也要吃得好 Mandory Bay酒店内著名的RM Seafood餐厅 可是别出心裁地将许多全世界顶级海鲜 给空运过来 让顾客在饱藏丰富海产之后 都难忘这份记忆深刻的海滋味 不但吃海产和海鲜 对许多喜爱吃Buffet吃到饱的老饕来说 就一定要来Cosmopolitan大都会酒店内的 这家Wiki Spoon餐厅 不但中式 美式 意大利式和墨西哥式的餐点 都做得小巧精致 甚至连饭后甜点更是金招牌 如此多好吃 好玩又享受的休闲旅游 虽然相当吸引人 不过平均来回一趟超过六个多小时的车程 真的让许多南加州华人感觉不好受 所幸AA美国航空在直飞拉斯维加斯的班机服务中 还率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提供中文服务和电脑快速通关系统 并且在四号航站新增VIP专用的 旗舰快速登机贵宾室 来提供包括头等舱等贵宾专属的五星级旅游协助 让更多华人旅客实现堵城轻松游的梦想 这样很方便 很快捷 我喜欢 我们是一家自服务员的一家自服务员 我们招待亚洲社交通关系统 我们招待亚洲国家自服务员的一家自服务员 重新感受2012年堵城新风貌 不但吃喝玩乐都有新创意 下一集我们还要为观众介绍全新的City Center购物中心 以及更多好吃的异国美食餐厅 体验世界娱乐之都更多的奢华享受 东方新闻 叶红志 张子端 李宗尧 拉斯维加斯综合报导 官官奶aban方新闻 加主年在游戾